看懂江夜需要明白的十二个真相 依夫子的天赋究竟怎么样 为什么只有他修成了无举境 按照夫子自己的介绍 他的修行天赋是比较一般的 年轻时的夫子没有师门传承 三十岁前只是个普通人 三十多岁时突然对道门典籍产生兴趣 才走上了修行之路 而后的境界都是循序渐渐稳步上升的 与十七峭七海雪山全通的柯浩然 念力低的柳白 最年轻破五境的灌主 十五天便从出时辱不惑的君墨 和三十岁破五境的李漫漫等人 都是无法相比的 夫子能修成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举境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他是几千年来极少数看过七卷天书的人 其他看过全部七卷天书的是 知首冠历刃灌主 千年前的魔宗开创者 以及玄空寺的开创者佛陀 另外 那些站在顶尖的墙者 可能只看过一部分天书 第二 天书有两大秘密 修至清静静 手动打开七卷天书 可以取代浩天 而参悟七卷天书 则可以修成无举 夫子能参悟天书 修成无举 其实是命运使然 夫子和宁缺一样 都是应运而生的人 只有这两个人相聚在一起 才会打破浩天世界 缺一不可 二永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浩天世界的整体能量 是有限的 而那些大修行者们 吸纳了太多的天地元气 有些超级强者 还会对浩天的地位构成威胁 所以浩天大约每隔千年 就会发动一次永夜 重置这个世界 让一切再次进入轮回 永夜其实是浩天保护 生态平衡的一种方式 只是手段残忍了点 对于浩天来说 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子民 繁衍生息千年也不容易 所以他只会拿五镜之上的 大修行者们开刀 这和把家畜养肥了再杀 是一个道理 三西陵神殿和指手冠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指手冠的开创者 叫做赌徒 赌徒非九徒 他是数万年前人类的最强者 是他代表人类唤醒了浩天 作为人类的守护者 并创立了道门 让人们去信仰浩天 他创立的指手冠 是四大不可知之地之一 是道门的象征 而供奉浩天的西陵神殿 就成了道门的世俗代言人 类似于政教合一的政权机构 四道门和魔宗的冲突 究竟是什么 魔宗修炼的功法 是在体内开辟小世界 在引元气入体 是吸纳天地元气 强大极深 而道门信奉浩天 在浩天看来 整个世间的天地元气 都是他的 你吸纳到自己体内 他就会损失一部分 这自然是浩天所不允许的 所以浩天才会 命西陵消灭魔宗 将他们视为一己 武书院在唐国的超然地位 是怎么来的 夫子曾坐过西陵神殿藏书楼的图书管理员 他离开西陵后 在世间讲学 力图改变世界 让世人自立自强 可收效甚微 这时候的夫子意识到 自己需要一个类似于西陵神殿那样 强大的世俗政权 去推广自己的理念学说 于是他和一位 志在结束乱世 匡扶天下的理性青年 一起创建了唐国 夫子志不在管理国家 所以他在城南创建了书院 专心治学和探索天道 夫子作为唐国的创建者 更是唐国的守护神 正因为有夫子的护持 唐国才成为了世间第一强国 连浩天在人间的代理人 西陵神殿也不得不承认了 唐国的特殊地位 可是 那位大唐开国皇帝老了以后 开始犯糊涂 他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传言 说吃了夫子的肉 能长生不死 就在他要动手前 夫子先一步进入皇宫 将他诛杀 随后指定了一个皇子继任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夫子规定 以后所有皇帝继位前 都要先接受自己教导 慢慢的 书院在大唐的地位 就变得超然了 六 按照柯浩然的天赋 如果没有鲁莽形式 是否能够超越夫子呢 在江夜的世界中 被浩天选中的幸运 及其海雪山通畅石鞘 及以上者 方可吸纳天地元气修行 行种种玄妙之事 宁缺重塑了 汽海雪山后 通了石鞘 站在了刚刚能修炼的门槛上 而能通石三鞘者 已是极为罕见 称得上人中龙凤 而柯浩然 是江夜世界中 唯一一个 汽海雪山石七鞘 全通的天才人物 但是 柯浩然 无论修制何种境界 依然在浩天世界的 规则范畴之内 他的顶端 也就是和数万年前 人类的最强者 赌徒一样的清静静而已 即使集齐了七卷天书 成为新的神秘 也同样跟浩天一样 拿夫子没有办法 因为夫子的无举境 无视规则束缚 甚至能超越规则 反控规则用来战斗 而且 无举是带着使命 来到这个世上的 无举的使命 就是化月 夫子之前 没有修成无举境的 夫子之后 更不可能再有 因为世间 只需要一个月亮 夫子是应运而生的人 柯浩然 即使天赋再强 也不可能超越夫子